今天是2月28号来掌握新闻焦点 医生揭发有重要人物插队打疫苗 凯里表示今晚会讨论这个课题 宾州首长曹关友今早施打疫苗 宾城正式启动疫苗接种计划 诚信党责怪公正党接纳三名跳槽的议员不够义气 而蓝眼则反击诚信党分不清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我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目前展开了第一阶段的工作 主要是为前线人员来施打疫苗 但是一名外科医生昨天在推特揭露 越来越多的重要人物还有他们的家人 都插队打疫苗 引起了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凯里的关注 凯里是在四个小时后转发有关的推文 他还承诺今晚八点半会在线上直播节目 与凯里聊疫苗讨论重要人物插队打疫苗的事件 凯里在推文表示 希望这名医生在节目提出这起事件 因为他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话题 根据这名外科医生的推文 许多重要人物因为担心遭到秋后算账 希望匿名来施打疫苗 他呼吁知情者站出来在凯里的线上节目 举报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跑第五天 宾州今天也展开了州内的接种计划 首长曹关友是全宾州第一位接种疫苗的人士 曹关友今早10点25分在槟城中央医院大楼的第四楼 接种了新冠疫苗 他也在官方脸书直播 他的接种过程 曹关友全程表现轻松 完成接种疫苗之后还竖起了大拇指 接着和负责施打疫苗的医护人员拍合照 曹关友比原定的时间提早20分钟接种疫苗 宾州第一副首长拿督扎基友丁 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等人 今天也会接种疫苗 随着首长完成了接种 宾州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也正式开跑 全国所有的小学明天起将要重新开放 让一二年级的学生返校上课 不过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早前决定 不跟随中央政策 推迟了州内红区学校的开课时间 教育部前副部长张念群就形容 沙拉越此举等同宣告 州政府不认同中央政策 直接打脸了教育部 张念群发文告说沙拉越目前只落实有限行管令 但是州政府已经决定推迟红区小学的开课日期 也就是到三月十四号 而相比较之下 落实行管令的雪龙地区 柔佛和霹雳活跃病例都比沙拉越多 但是为何这些地区的小学生却如期在明天返校上课 张念群认为教育部应该向家长和教师解释 当局是采用什么科学标准 来衡量学校适合重新开放 而教育部也应该证明 重开校园的决策是专业可信的 全马各地的学童都获得了公平待遇 没有双重标准 政党消息方面 三名柔佛州诚信党的州议员证实跳槽到公正党 诚信党处理主席沙拉胡丁就炮轰 西蒙有党应该要有意气 任何成员党都不应该接纳任何有党跳槽的议员 针对沙拉胡丁的指责 公卿团秘书阿莫苏克里就认为 是诚信党第二把交椅 傻傻分不清 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才会如此的不满 他质问沙拉胡丁 难道想要看到公正党 把这三名心已经不在诚信党的议员 拒于门外吗 苏克里认为 沙拉胡丁应该要感谢公正党 毕竟他们为这三名议员 打开了另一扇门 让他们继续效忠希盟 万一他们选择投靠土团党 胡同或国盟 那诚信党应该会更加难堪 诚信党三名跳槽的议员分别是 新加兰州议员凯鲁丁拉辛 十郎州议员法医祖安利 以及马哥达州议员莫哈莫三议 而乌清团长阿斯拉夫日前指责希盟 在执政期间的修改中四历史课本的内容 散播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意识形态思维 那社清团全国署理团长 兼彭亨州丹纳拉达区的州议员张艺 张玉刚就认为 乌统企图借由历史课本修订事件来污蔑西盟 张玉刚认为 就算教育部已经公开澄清 课本修订是在国阵时期来进行的 但是阿斯拉夫还是拒绝认错 也不愿意道歉 这证明了乌统在政治困局当中死性不改 冥顽不灵地想借助修订事件来炒作种族情绪 捞取廉价的政治资本 这不仅是窝里反内斗盟友土团党 甚至拉西蒙下水转移人民的视线 他认为阿斯拉夫应该停止煽动族群关系 反过来应该要善用执政党的角色 关注民间在疫情期间面临的种种问题 监督国盟政府滥权执法双重标准等 施政不佳的问题 社会消息方面 首都吉隆坡午夜发生了死亡车祸 一辆宝藤轿车不知何故 失控冲入了反方向车道 结果被迎面而来的四轮驱动车猛撞 夺走了三条人命 这起车祸午夜12点半左右 又发生在吉隆坡古近路四岩墨交通圈 往甲洞的方向 当时一名男子驾驶的宝藤勇士 Nior轿车失控撞向了道路围栏 还冲入了反方向车道 当时一名女子驾驶的四轮驱动车 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强大的撞击力导致两辆轿车都严重损毁 警方确认宝藤轿车上的男性驾驶哈菲兹 今年32岁来自雪州万劳 而四轮驱动车上的两名华裔女子 分别43和35岁来自森美兰波德森 三人都当场死亡 他们的遗体已经被送往吉隆坡医院 当局将先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之后才进行解剖 在投资前我会先看看群组里面 推荐买什么股票 听股神介绍 买进了之后又起了一点 不过跌倒很厉害 现在都不懂要不要再挺它的 看国际消息 缅甸军方昨天加大镇压力度 除了展开三个星期以来最大规模 逮捕示威者的行动之外 还开除了缅甸驻联合国大使绝莫吞 缅甸国营电视台宣布绝莫吞 公开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来制止缅甸军方发动的政变 换来了军方的一句 背叛国家惨遭革职 但是绝莫吞并没有退缩 他告诉英国媒体 他将竭尽所能进行反击 除了割除绝莫吞的职务 缅甸军方昨天还使用了 催泪弹和橡皮子弹 武力镇压示威者 尽管国营电视台声称 全国有470个人被捕 但是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指出 军方出动至少10辆监狱车 载送被捕者到仰光的监狱 而每辆监狱车运载40到50人 因此相信被捕者人数超过官方的数字 另外当地媒体报道 除了示威者 落网的还包括了记者 同时还有一名示威者不幸丧生 尽管军方动用武力展开大逮捕的行动 但是渴望民主的示威者依然不退缩 摄运人士号召民众今天继续上街 抗议军方政变 由于新冠肺炎从中国武汉爆发 因此美国境内仇视亚洲族裔群体的现象 是越来越严重 三天前一名亚裔美国人 在纽约唐人街的路上 无故遭人刺伤被捕 伤众昏迷引发了关注 那星期六当地就举办了反歧视集会 而纽约市长白丝毫承诺 一定会将涉案者生之以法 这场集会在纽约曼哈顿的福利广场举办 不少纽约的市民积极响应 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反歧视暴力 纽约总检察长詹姆斯 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到场参与 他呼吁美国人不分种族和肤色团结一致 除了三天前预期的男子 这个月中也有一名华裔妇女 遭到白人男子袭击 导致额头受伤 农历新年后香港疫情升温 昨天出现了33宗病例 创下三个星期以来的新高 而尖沙嘴一座购物商场的餐馆 爆发了感染群 整座商场关闭两天 全员检测 稍后带您关心 欢迎回来 香港前几天启动了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但是短期内疫情依旧是无法受控 当地最近就爆发了餐厅感染群 导致确诊数字写下三个星期以来的新高 爆发感染群的香港K11人文购物艺术馆 今天和明天封馆消毒两天 香港昨天新增33宗确诊病例 突破了2月6号以来的新高 其中有近半数是来自香港K11 人文购物艺术馆的一家餐厅感染群 这家餐厅是在星期三爆发感染 昨天就增加了15宗病例 感染群在短短的4天 累计了34人染疫 除了餐厅 商场内的其他商店员工 也确诊感染病毒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传染病处就表示 商场可能出现了隐形传播 因此强制商场的员工接受检测 至于19号以后 曾经到商场的民众 则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 决定是否检测 K11集团发言人指出 商场员工将每个星期筛检一次 为期两个月 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管局 再批准紧急使用第三款新冠疫苗 这次是强生公司生产的单剂疫苗 强生公司有信心 三月底他们家的疫苗产量 就能够满足2000万人的需求 而疫苗陆续面试之后 各国也相继的接种 在英国至今有大约三成的人口 接种了 确诊和死亡病例 都呈现下跌的趋势 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管局 日前向辉瑞和莫德纳疫苗 亮绿灯之后 如今在批准授权使用 强生公司生产的单剂疫苗 如果跟辉瑞及莫德纳疫苗 超过九成的有效率相比 强生疫苗的有效率只有85% 但好处是强生疫苗 只需施打一剂就足够 美国官员预计 第一次派发时 各州只能获得百万剂强生疫苗 不过强生有信心 下个月底疫苗供应量 就能够满足2000万人的需求 截至目前 全美已经有超过一成的人口 也就是4600万人 接受至少一剂疫苗 当中的2200万人 还打了第二剂疫苗 另外在英国 截至目前 一共有1970万人 接种了疫苗 占了总人口的大约三成 英国官方通报 过去24小时 该国新增 7434宗确诊病例 290人染疫死亡 比前一天的 8523宗确诊数字 和345人死亡 大幅减少 纽西兰方面 澳克兰社区星期六发现了一宗新病例之后 总理阿登恩马上宣布 澳克兰全市从今天清晨6点开始 进入三级警戒 为期一个星期 而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时进入二级警戒 公共场所全部关闭 跟明星一起用餐 会不会是您的心愿呢 纽约一家走过一个世纪的著名牛排餐馆 就请来了电影明星 电视主播 足球巨星 甚至是已故的传奇巨星来做客 你没有听错 是已故巨星也在名单内 当然这些大牌人物 不只是从杜沙夫人腊相馆走出来的巨星 请他们到餐厅来坐镇 既能够填补因为肢体距离而空下来的座位 也能够为时刻制造不一样的惊喜 一踏进纽约这家著名的彼得鲁格牛排餐馆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在广告狂人电视剧里 饰演唐德雷的乔哈姆 帅气地站在那里 手里还捧着一杯鸡尾酒 再看看 另一桌还有拖着塞 像是在聆听你的不朽传奇奥黛利贺本 还有还有 美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主持人迈克尔斯特拉罕也来了 各个领域的VVIP都来做客了 让粉丝们很惊喜 原来这是彼得鲁格牛排餐馆和杜沙夫人蜡像馆的创意合作 请明星来作证 既能够填补在疫情之下 因为要保持肢体距离而空下来的座位 也能够增添顾客在用餐时的有趣体验 这些VVIP只会在这一家130年历史的牛排餐馆 待到来临的星期一 完成任务之后就会功成身退 重新回到曼哈顿中心的杜沙夫人蜡像馆 影星吴孟达世事前首相纳吉贴文怀念 许多巫义同胞也留言说 他们也是看达叔的电影长大的 稍后带你来看 香港资深演员达叔吴孟达世事的消息 不仅在华人圈传开 他的精湛演技也深受我国有足的喜爱 前首相纳都斯里纳吉和新邦令清国会议员马志里 都是达叔的粉丝 两人都在社交媒体悼念这名传奇人物 纳吉昨晚在脸书上传 吴孟达和周星驰合作的少林足球剧照 他在贴文写道 两人都是传奇人物 他向吴孟达的家属致哀 不少有足的网民也在纳吉的贴文留言 指他们都是看吴孟达电影长大的忠实粉丝 希望这名经典的传奇人物能够安息 也有网民惊讶 许多有足同胞其实都认识吴孟达 甚至连纳吉都是达叔的粉丝之一 他们感谢吴孟达以搞笑的方式团结我国各族人民 而马智里则是在推特发推文表达不舍 他还感谢吴孟达在890年代做出的娱乐贡献 作词 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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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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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开腿是2013年开始流传的社会用语来讽刺 男性在公共交通上张开双腿霸占两个座位的坐姿 为了停止这种不良的风气 德国柏林两名设计系的学生就发起了造反裤计划 他们穿着宽松的牛仔裤上公交展开反击行动 他们设计的造反裤内侧会印上停止开腿 或给我们空间的相关标语 当他们遇到开腿站座位的男子时 就会模仿男子的坐姿 让对方看到裤子内侧的标语 造反裤计划的发起人艾琳娜和米娜 希望透过这种方式来反击 停止一些男性开腿站坐的缺乏功德新行为 如今他们的计划已经起到了小小作用 少数开腿霸占座位的男性 在看到造反裤的标语之后 就会改变坐姿 尽管改变了少部分男性的行为 但他们的目的是要让男性来反思 在公交上的自私行为 同时带出不开腿坐也很舒服的信息 艾琳娜透露造反裤让她感到更有力量 也更有信心会继续这个行动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间兽医院 几天前迎来了一只非一般的幼犬 它天生就有六条腿和两个尾巴 由于一般的情况下 这种罕见的幼犬能够存活的个案是少之又少 因此它的诞生被兽医界形容是个奇迹 那镜头前你看到的这只掺杂棕白色毛发的雌性小狗 名叫斯普鸡 那是澳洲沙皮狗和边境牧羊犬的混合品种 那斯基普的超声波和X光显示 它患有两种先天性疾病 有一个头一个胸腔 但是却有两个骨盆 两条尿道 两个生殖区 两个尾巴 还有六条腿 那不排除它在妈妈的子宫内 原本有个双胞胎的姐妹 但是受精卵在分裂的时候没有完全分离 才会导致它罹患这种先天性的缺陷 好 来到新闻的尾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八度空间五节新闻 那这一节的新闻就以南非一座葡萄酒庄的美景 来作为结束 我是杜文杰 感谢收看 祝您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